地獄回合 爬洛化豬 盡量小玩 然後不行 就是到機場回合 都還有機會 然後我的話會 洗到第三回合 然後再消 這邊可以把星珠 全部消完 因為敵人會把星珠轉成木珠 所以這個我會不消 它會被木珠 其實消不消也沒關係 但我習慣會把它消掉 好 好 如果這時候馬七 跳的話就可以 馬七就可以開了 比較沒有壓力 然後手頭 好 暗豬 可消可不消啦 好 這邊就輕鬆了 好 輕鬆帶走 然後第三回合 馬七狀態在 就不用再開了 然後 看一下 派克跟 庫洛洛這一 這兩牌 這珠子哪個 比較適合開技能 派克比較適合開 然後開念能力 牌珠 手銷七COMBO 七COMBO 各位 七COMBO 好 真的可以了 以論上 你有轉到 把暗豬 轉出來 六顆暗豬 可以直接一回合帶走 如果沒有 可能會帶不走 好 這邊就是指定 珠子樹 就 慢慢消 看一下 有八顆嗎 五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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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三四五 六 五顆 然後 四組 三COMBO 四組 三組 六 六 六六五 六六五 好像也可以 不然六六五好了 六六五的話 八顆 八顆 七 八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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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 光 暗 都有 好這個時候 開 煉人力 牌珠 然後煉人力轉那個珠子會變強化 強化珠 所以記得每一個珠子都要變成強化珠 然後就趕快轉 煉人物光暗 確保都有消 對我變成強化珠 理論上一個回合會帶走 好 二血是 所有成員攻擊力弱化 然後這個時候開 輕蝕一劑然後再變身 好 好 因為變身之後那個 弱化的 效果就不見了 然後就手轉帶走 看什麼 嗯 沒帶走 嗯 我轉住太少了 好 直接復活 我剛剛想要一招 你直接復活 這邊直接死也沒關係 好 這是不良施放 剛才那一回合 你手轉要 轉多一點 剛才沒有轉太多 唉 真的是 手轉苦手 好 這回合一定帶走 嗯 這也不是 不是一個方式 直接復活 當然你就要花10顆魂石 我通常在打這個都 純40顆在打 然後 這一關 第六回合 你就第一回合開富蘭克林 然後不要下太多 珠子啊 消一組就好了 我的話我消母豬啦 消母豬 你消太多他攻擊會痛喔 好 然後第二回合 我們就開團戰一技 手段帶走 我們就開團戰一技 手段帶走 嗯 開派克那一個 開派克那一個 然後 好 就這樣 理論上應該帶得走 有轉到暗珠的話 OK 然後第二回合開新設計 五四拼圖盾 然後再開派克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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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記得紅綠燈要消耗 拼圖盾就不用理他了 好 OK 這是 剛才那一關 十五啦 那一關你好好轉六combo的話 六combo七combo應該是可以 不是應該 你可以直接帶走 不用再花 花魂石 大概是這樣 好 希望會幫助到各位 好 就這樣